2023暑期档不少重磅CP都让人磕生磕死 像是长相思、杨子和邓维、张婉毅 谈剑刺的三队CP就各有支持者 还有偷偷藏不住、赵露丝和陈哲远 安乐传、迪丽热巴和龚俊 颜值都相当大 以下网评2023暑期档剧最高糖好科CPTOP10 偷偷藏不住、赵露丝与陈哲远第七 当我飞奔向你第五 长相思、杨子和邓维第二 冠军是这队 TOP10 曾少年、张一山、关小彤 曾少年由张一山、关小彤、范诚诚主演 该剧改编自《九夜回》的小说 讲述从小一起长大的欢喜冤嫁、秦川和谢乔 两人是彼此最重要的朋友 历经多年来的离别与分和 最终才发现原来长情的陪伴 才是最珍贵的爱情 曾少年走青春疼痛文学的风格 剧里有不少多角恋 CP大乱顿 有点狗血 但亲情、友情、爱情都让人有共鸣 过去关小彤时常被说和男演员都没什么CP感 但剧中他与张一山的互动很自然 就像真的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看两人互对 互呛特别疗愈 曾少年不是走甜宠剧风格 没那么多高堂情节 但秦川在谢乔每一次失落时的陪伴都让人动容 是很真实、很美好的爱情 TOP9 大宋少年制二、张新成、周宇童 大宋少年制第一季时 心照不宣、CP就很受欢迎 很多人都说两人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赵简冷静、独立又坚强 袁仲心看似吊儿郎当不靠谱 实则精明既致 袁仲心设局 赵简就帮忙解套 两人默契配合 这种彼此成就 互相依靠却又互不附属的关系 真的很棒 大宋少年制第二季热度虽然不高 也开始有些虐的地方 但两人的爱情依旧美好 而且第二季赵简向袁仲心求婚了 当初两人第一次出任务就是在牢里假扮夫妻 这一次同样是在牢里 赵简开口向袁仲心说 我们成亲吧 两人历经生死 已明白对方就是自己最珍贵的人 两人的求婚没有狗血 也不会很惊天动地 却相当感人 TOP8 梦中的那片海 肖战、李沁 肖战和李沁纪郎殿下 朱仙后 今年三搭的新剧《梦中的那片海》也播出了 成绩相当好 如果算上他们共同参演的庆余年 那这就是肖战和李沁 第四次出现在同一部剧了 相比玉谷瑶和仁宁 不少网友都觉得 《梦中的那片海》 肖战与李沁外形更大 CP感也强 《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以七十年代的北京为背景 剧中童小梅对肖春生一往情深 在肖春生风光时 她就一直默默爱着她 后来肖春生出了事故 也是她一次次陪着肖春生附建 陪着她重新找回生命中的希望 这部剧不是以爱情为主轴 两人在剧中的情感都是淡淡的 但深情绵密 肖战与李沁的外形非常登对 Top 7 偷偷藏不住赵露丝 陈哲远 偷偷藏不住赵露丝 与陈哲远拿下第七名 这对让不少剧迷科风头剧中 赵露丝饰演的桑智 一直暗恋着哥哥朋友段嘉许 桑智的喜欢与勇气 给了段嘉许温暖 而段嘉许这位老哥哥 被誉为人间妖孽 满板狐狸精 大家知道段嘉许有多会聊吗 她随便一句台词 都让人听了脸红心跳 小孩 你怎么回事 一见哥哥就脸红 张嘴 哥哥教你怎么接吻 这让人怎么能不磕 赵露丝一直是公认相当百搭的女星 近年赵露丝传闻中的陈千千 搭档丁雨昕 长歌行搭档刘雨宁 星汉灿烂 搭档吴磊 几乎都CP感爆棚 这次偷偷藏不住 搭陈哲远也很不错 赵露丝眼活了桑智的可爱 而陈哲远又非常帅气 两人CP感很强 Top 6 长相思 杨子 张婉毅 杨子主演的长相思各有支持者 目前人气比较低的是 枪炫和小妖这一对 小妖与枪炫其实都把对方 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小妖能够为了枪炫不顾危险 陪她争地位 只有她见过枪炫最狼狈无助的样子 而枪炫同样能够为了小妖 不怕得罪世家大族 各种宠妹妹 疼妹妹 对着小妖 枪炫连语气都很温柔 但枪炫却不知不觉越界了 看着小妖走向屠山井 会吃醋在意 她想要得到小妖 想要小妖一辈子待在她的身边 然而 因为枪炫的身份和野心 注定了她这辈子 不可能只有小妖一人 她的爱 卑微 贪婪 不得见光 同时又疯狂自长 其实蛮带感好磕的 长相思到中后期腰炫的CP粉多了不少 TOP5 当我飞奔向你 周亦然 张鸟怡 当我飞奔向你 和偷偷藏不住一样 都改编字主意的小说 两部剧都大获成功 不过相对来说 当我飞奔向你 剧评更好一点 7.8分赢过赵露丝 偷偷藏不住 她没有流量明星主演 却意外热门 主要是演员演技好 导演美感又很强 再加上主角周亦然和张鸟怡 CP火花强到炸裂 没有刻意营造的工业唐精 而像是真正的可爱小情侣 这才吸引很多剧迷磕生磕死 当我飞奔向你 讲述苏在在对孝草学霸张路让一见钟情 张路让因为有个天才弟弟 因而有点小自卑 然而与苏在在相识后 苏在在101分的偏爱 让张路让根本无法抗拒 两人眼里都只有彼此 双向奔赴 超级高甜好科 Top4 长风度 白静庭 宋毅 今年第一波暑期档 长风度 与偷偷藏不住 和雪莹领主对打 成绩还不错呢 因着白静庭 宋毅的恋情 长风度在开播前 就拥有很高的关注度 大家都想看真情侣演CP 而开播后两人果然也很甜 不少网友都觉得 白静庭和宋毅CP感很强 站在一起就给人很登对的感觉 比较可惜的是 网友认为 剧版长风度 没有拍出小说的精华 人设有点割裂 所以剧评不算非常好 但光论CP的话 大家普遍是很喜欢一见如故CP的 Top3 长相思 杨子 谭剑刺 不少书迷和剧迷都觉得 小妖和香柳最像灵魂伴侣 他们是真正懂得彼此最相似的人 两人拥有一样悲惨的过去 香柳知道小妖怕寂寞 就带她去看湖光山色 告诉她 只要天地还有这样的景色 生命就很可贵 小妖 渴望有人能依靠 香柳就为她造弓箭 教她射箭以自保 更别提香柳自愿被种下情谷 与小妖同生同命 自愿用37年心头血救活小妖 但香柳却从未点破这份爱 小妖甚至都不知道 香柳究竟为了她做了多少事 并不是因为不爱 而是因为香柳知道 她不会是小妖的良人 她有她的陈荣义军 她背负了太多情谊与责任 她终究不是小妖寻找的那个 能陪她安稳于世的人 香柳的爱 是给予 是付出 是即使伴着你的人不是我 只要你幸福就好 妖柳甜的地方非常甜 但念也是真的念 却有无数剧迷 甘愿在玻璃渣里找糖吃 陶派 长相思 杨子 邓唯 长相思 妖景就甜多了 不少网友都笑说 长相思 表哥眼瞎 香柳九颗头 凑不出一张嘴 只有屠山景真的长了嘴 会告白 会表达爱 活该你有老婆 初见时 屠山景被凌虐的凄惨无比 是小妖将她救活 这之后 屠山景的心就只装得下小妖一个人了 屠山景个性温柔 愿意帮文小六做所有不愿意做的家事 无论小妖提出再过分 再难办的要求 她都二话不说会去做 她是小妖口中 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把她放在第一位的人 最可爱的是 屠山景面对小妖的壁咚 主动tiss 这只狐狸还会害羞脸红 她明明是只绝顶聪明的狐狸 但在小妖面前却傻傻的 很可爱 Top 1 安乐传 迪利热巴 龚俊 安乐传 迪利热巴和龚俊的安居乐业CP 获得冠军 安乐传开播后一直被吐槽 质感拉垮 但迪利热巴和龚俊外形上 其实是配的 剧中迪利热巴饰演的人安乐 本来是大进太子寒夜的未婚妻弟子元 但后来全家被灭 她化名任安乐 成为债主女霸王 任安乐被笑说是社交达人 第一次见到寒夜就要求报报 各种直球公式 剧情糖点不少 戏外也有不少网友 磕到龚俊和迪利热巴的CP 称赞他们俩的身高差很高盟 综艺上玩游戏 龚俊几乎可以完全圈住迪利热巴 画面非常养眼